近日,备受争议的新人女团NMAX又受到另一项抄袭指控,但这次是来自他们前辈EG的粉丝。 EG的粉丝们看到NMAX在组合出道发布会上拍的照片后,纷纷表示不满,因为NMAX的介绍手势和EG太像了。 EG的手势是横的,组成字母Z,和NMAX的手势是一样的,只不过是竖的,组成字母N。 有网友称EG粉丝反应过度,不过Miji们表示,EG的手势不仅仅是打招呼,对组合和粉丝都具有象征性意义。 他的创意来自于成员深六帧,代表了EG的品牌和身份,将EG的手势修改为NMAX的做法,让Miji无法接受。 粉丝们纷纷表示,虽然是同一家公司旗下的艺人,但没有手势的合法版权,但这仍然说明GYP是多么的缺乏创意和不专业。 这不仅让Miji生气,而且对NMAX也产生了负面影响,甚至很多粉丝认为GYP偏向自己的新人女团不尊重EG。 目前,EG的粉丝们发起了热搜,请求NMAX的管理部门修复组合手势, Miji并没有攻击MAX,而只是指责GYP,毕竟这也不是GYP第一次为自家艺人引起争议,让粉丝失望了。